大家好,欢迎来到荷花冲浪,本频道带领大家遨游中国商业史,喜欢的朋友们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,这样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内容。 说起赚钱,估计所有人都想的是,要是能躺着把钱赚了,还不用劳动,那才爽呢。 所以,在现社会,很多人都有着一个一夜暴富的梦想,能找到发大财的机会就更好了。 多年来,一直有人把报复的梦,都放到了拆迁和买彩票中大奖上,但是能中奖和拆迁的还是很少的,很多人一辈子都碰不到。 而以上两种能赚钱的机会都没了之后,很多人又想着找别的机会开始赚大钱,尤其是在近年来,我国的棚该政策全面停之后,很多人觉得彩票几率也太低了,那么就找别的机会吧。 那么新的机会在哪呢?很多人就想着,能否一夜成名呢?这样成名之后,当个明星赚钱的机会就多了吧。 就比如某S日新超过200万,就是很多人的梦想,但是能达到这种的程度才有几个呢? 随着近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,网络上不时又经常一夜成名的人士出现,而这些人一夜成名之后,那么赚钱的机会就会随之而来,这些人让很多人看来是幸运的,觉得自己如果能这样,也是可以赚大钱的。 所以,很多人都想着自己能否一夜成名呢?说起成名,那么最出名的无异于是明星呢? 而在我国就有这么一个地方,是很多明星经常去的,那就是恒店,说起恒店,很多人应该也不陌生,毕竟这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电影,电视剧等等拍摄出来。 而很多人梦想着,自己能一夜成名,那就是在恒店中,毕竟万一跑龙套,突然被发现有潜力,那不就是好的机遇吗? 而这里想要成名的,就是这超过二十万的恒店巡演了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,恒店成为很多人梦想起步的地方,在一群拥有者成为明星人的眼中,这里就是起飞的地方, 所以全国各地的想要成名的人们,纷纷蜂拥而来。 而且,尤其是在恒店出了多名知名的演员后,很多人更是认为,这里就是演艺人的天堂,是所有人梦想起步的地方,想要成名,那么就要在这里发展。 根据恒店的统计,不算游客,光是群演,恒店差不多有超过二十万人,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地方, 而且还是各个类型的人才,从十几岁的青少年,到几十岁的老年人都有,尤其是像是俊男美女,在恒店都是很常见的。 在恒店生存的群演们,生活费低,但是都想着,万一自己碰运气,突然一夜火爆了,那么随着而来的明星梦和赚钱的机会,都会随之而来。 但是梦想是美好的,现实却比想象的还要残酷。 来恒店发展的演员们,虽然说不看学历,不看年龄,从表面来看,所有人起步点都是一样的,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群演来说,他们露脸的机会太少了,哪怕是真的出镜了, 而结果却是很多人的目光,都是在中心演员身上的,像是群演基本没机会表现演技的。 在恒店发展的人们中,有的甚至从夜超过十年了,但是这些群演,哪怕超过十年的演艺生活,每个月也就二,三千元收入罢了,并且大多数时候,都是靠着和饭生活。 就拿某公寓中的住户演员唐XX来说,从夜十年,每一个所演的角色不超过五分钟,全都死了,这就是一个群演的日常日子。 很多群演,为了出名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工资,只有一份冰冷的盒饭罢了。 而在恒店中,不乏俱男美女的存在,尤其是像是长得漂亮的美女,那在恒店也是非常多的,哪怕是在所有人的都是非常显眼的,但是出名的机会还是非常少的。 有的美女在恒店蹉跎数年,浪费了青春最后,却是一无所获,只能黯然离场。 所以,想要在恒店一夜成名,那个几率是非常低的,哪怕是你真的努力很棒,但是很多情况下,群演的结果大多数都是黯然离场的。 想要追逐梦想是好事,但是还是要看看自己真的有条件去追逐的,千万不要浪费了青春,最后一无所获,只能黯然回乡。